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來 請掌聲在這裡 謝謝 各位同心 各位同時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這是初級班 法理的初級班 你知道說你想要 走來台灣民政府上課的人請你拿手 你知道說你為什麼排來這裡上課 知道會拿手 你都不知道為什麼來這裡上課 吃東西不好吃 沒有東西很好吃 你走來上課 因為聽說 聽說去台灣民政府 上課可以做官 是這樣拿手 其他是什麼意思 你老老實實 對不對 說要做官也對 對一半 但是說你來上課 出一班到一班就要做官 不怪外面的人跟你說去說 這些素人說你是素人 吃財的人是不是 是不是 素人是吃財的人對不對 對他拿手 素人不是吃財的人 就是說 不要做過官很單純的人 我們來吃財的人 你們就要去做官 所以外面的人說 我說真奇怪 來 先問你一個問題 什麼叫做台灣民政府 知道嗎 怕手 真的假的 你們知道嗎 好 你會上課 對不對 我沒怪 國旗班你先上對不對 好 都逃逃 先上國旗班 才回來上初旗班 所謂台灣民政府 聽清楚 聽清楚 就是 比占領地區的老百姓 自己要成立一個政府 來跟占領者 就是軍事政府 配合的政府 叫做民政府 因為我們是台灣 所以我們叫做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 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台灣民政府 反映說 台灣共和國可不可以 不可以 台灣人民政府可不可以 不可以 說什麼政府 那些都不可能 台灣國可不可以 不可以 只有一種名 叫做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 到現在為止 為20000貝尼 2月2號成立 到現在為止 已經為20000貝尼 到2014年 應該兩年了 都沒問題 不然警察來找你麻煩 沒有什麼 電話來把你調去 通通沒有 有人會覺得很奇怪 在外面 不是聽說台灣民政府 是詐騙集團 我聽過台灣民政府 是詐騙集團 請舉手 你老老實實 沒有人會把你放了你這樣 好 台灣民政府 如果這是詐騙集團 我請問 不知道要 詩巾嘛 對吧 詩巾不才叫做詐騙嘛 你別 管給台灣民政府 任何一毛錢 超過一毛錢 最重要的請你走 沒辦法 你不管 給台灣民政府 請你走 你們有的不老實 叫你走 兩種的走 當然有一種嘛 對不對 一般來說 我可以跟各位說 台灣民政府 幾兩千空人 十月二十 到美國 開始走 經過八年 從來沒有募過款 你會覺得很奇怪 你可以不募 做了那麼多的廣告 我們公國最早最早 開兩千三千萬 你別在報道看到 台灣民政府的公國有辦法 別在自由私部看過的走 別在聯合報看過的走 別在中國私報看過的走 別在中國私報看過的走 沒有人看嘛 對不對 但是 為什麼 要在中國私報 在聯合報 電 還在中國私報 價值 從來 有想要知道 怎麼會走 這樣你會老實 這個錢 是我們 控告的對方 他構思 我們 他要跟我們倒什麼 那個人 我沒有說 因為他叫我 不能說 我沒有說 我只說那個人 他構思嘛 對不對 所以 我們二千空人 十月二日 控告美國 二千空九年 四月斥金 五點 五點 本土台灣人 沒有國籍 說我們沒有國籍 本土台灣人 沒有政府 說我們沒有政府 又說 本土台灣人 生活在政治戀獄 什麼叫政治的聯合 就是你去選舉 你就明明是台灣人 你選中華美國的選舉 很奇怪 第四點 信任說今天台灣 尤其是美國軍事政府 尷尬中 就是五點 要求 行政單位 要主動來協助 台灣民政府 會要求 這五點 所以兩千五九九年 八月催落 因為我們還想說 美國的國務院選擇 放棄抗辯權 他放棄 他不要再跟我們變 因為他又變在自己 美國現主席的模糊政策 都會走出來 這樣的時候 我們台灣人都知道 所以十幾七五 美國的國政法院選擇 本案 比較慢才來心理 但原告就是我們 台灣民政 準備好以後 要接掌政權 那個時候才來宣佈 好 再來 我們夠贏 我們就跟美國說 我們夠贏 你們就將政權現完 美國說 好啊 請你 你叫你台灣人來接 那不簡單嗎 是不簡單的牙齊 不簡單的牙齊 好 為什麼不簡單 財主都是台灣人 不是 我們來去他接 我們是台灣人 但是我們要去他接 美國會跟你說 你要來接他以前 你要先證明你是台灣人 你沒辦法 我都證明你是台灣人的牙齊 你沒辦法 你證明你台灣人 你沒辦法 你沒辦法 我們有新聞情 有嗎 有喔 來 你的新聞情是不是這張 你看看 你的新聞情是不是這張 是不是 是會牙齊 不是 會是會牙齊 這張牙齊 不是這張牙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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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有可能是這張牙齊 你也聽清楚 我如果中華民國就一天去跟你騙 你不是用這張牙齊 但是你會跟這張牙齊 對不對 裡面是什麼 中華民國國民是問題 有沒有 國民 你怎麼都說公民才有投票權 這樣也不是公民 你會投什麼票 對不對 好來 我找這張 我跟美國說 我要來接政權 他說不好意思喔 林先生 你看看 說這張牙齊 對 不對 你這張牙齊 有什麼是台灣 你是中華民國 你是中國人 你要接什麼政權 政權 不是你 也是在台灣人的 喔 黃藍大陸 在這張牙齊 還有一張牙齊一張牙齊一張 來你看 是不是這張牙齊 另外那個是什麼 Republic of China 有人說 等一下 中華所在有一個台灣 有沒有 那是你們阿扁的 打開裡面 都中華民國 台灣人很可能 你沒辦法證明你是台灣人 所以 美國說 這樣 你去訓練台灣人 真正的台灣人 有四千人的時候 我們願意把政權還給你們 所以像 唯一兩千空十年 一月十四十五十六 第一期 我們就拚到要害 開始訓練 初級班 高級班 法理點招 職務點招 還有職權訓練 你們看 第二教室都穿世宗 有沒有 黑色的世宗 那好看嗎 那不是只有你們說好而已 你們好看都沒話說而已 你們別人嫉妒 都穿世宗很好看 和日本人 日本的眾議員來看 都嚇到 哇 這是你們台灣民主 你們台灣人 沒有錯 我們在那裡職權訓練 我們要開始訓練 我們要開始訓練 就是說我們為兩千空十年 一月十四十五十六 開始訓練台灣人 同時 我們成立台灣民政府參議院 通過法律 你有拿到那本 紅紅那本 台灣公民權利法案 那不是青菜三下 這本是經過 我們會參議院 和美國動局 上國經過四百 來來回回 修改 因為有這一本 美國就說 OK 我們國安單位 的一個公司 願意替你台灣人 申請台灣的身份證 但是這個台灣身份證 你要證明說你是台灣人 要證明你是台灣人 我們在顧美國的時候 美國的犯人也有說幾句話 什麼叫做台灣人 什麼叫台灣人 法理上說 我會要說台語 潘姨姊 有時候阿董也要說台語 你電視也要看 台語也說得很好 他會說台語的就是台灣人嗎 No 所以 什麼叫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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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一個法律上的定義 所以我們在法律上的定義 我們就說 OK 1945年 八月十五年 八月十五 日本天皇全國導航 九月初日 民軍在東京灣的秘書里建 東京灣和日本簽投降書 由那天的時間點來算 躺在台灣 躺在東京的台灣人 這是台灣人 露室的移民來 中國人那都不是 還是逃難的 那都不是 所以我們就去申請 日本時代的戶籍成本 你的老婆老母 都日本人 你就是日本人 這樣咧 我們開始辦到現在為止 我們有兩萬多人拿到社分證 剛才開始我們辦這個社分證的時候 外面有很多人在跟我們說 那是老婆吃 說那個社分證是玩具 各位 這張社分證我可以設一個地方 很富責任的 跟我們各個報告 這個社分證在美國 在日本 在中南美都可以用 尤其在日本 你如果在飛機場 你飛機場有人要換錢對不對 對不對 你現在你辦那個 check in的時候 那些機票 跟負責 不就讓它收起 你要換錢要怎麼換 你沒辦法換 你政府上要還存五萬塊的日幣 想要把它換回來 人家說可以了 來換 但是你要一個證明 證明 說我有證明 我有證明 拿中華民國那個新聞證給他 日本一定跟你說 這個啊 這是假的 不能用 但是那時候 你拿到我們台灣民政府 台灣政府這個新聞證 這有晶片 你看後面有晶片 馬上說可以換 這張可以換錢 不是那個意思 但是這張可以證明你的新聞 在美國 要拿國內線的飛機 整個東案 坐到西案 西案坐到東案 不用負責 用這張就可以了 現在你去賽班 去廣島 也不用 中華民國的新聞證 不行 但是拿這份的新聞證 可以過關 因為這是美國做的 有很多人 六十八年 六十九年 中國人在台灣的教育 讓我們的隊員都飛去 我問各位 你一定要走手 不能只聽而已 來 你是台灣人的請你走手 你是台灣人的請舉手 都走走手 我這樣看清楚 你是台灣人的走手 我沒想到後面有 那不是台灣人的 好 放來 你都台灣人對不對 你很愛台灣的人請舉手 好 這都不錯 注意聽 你很愛台灣 所以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對他走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對著請舉手 我再說一次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對著請舉手 啊 不對著請舉手 聽不懂 說一次 說一次 不要說過 聽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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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高的聽我聽我 我說 台灣是台灣 是台灣人的台灣 對著請舉手 啊 不對著請舉手 現在 現在 不可以走手 這是我們台灣人的故事 這個問題 我先不要跟你說答案 先放在旁邊 再問一個問題 國賓飯店 是住在國賓飯店的人 對著請舉手 對著請舉手 不對著請舉手 好 你很奇怪 因為 我如果跟你說 國賓飯店 是住在國賓飯店的人 你說不是啊 是怎樣 你拿不出國賓飯店的所有權賺 台灣人的台灣 我請問你 你拿出台灣的所有權賺 沒有拔的 你沒有拔的 所以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嗎 喔 你好不容易 我腳這麼大 現在才知道 對不對 來 來 來研究這個問題 不然台灣在台灣 什麼人的 來 你聽我講 你聽我講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問說 什麼人的 很簡單 這輛車是我的 我有這輛車 這輛車是我的 這輛車的行車執照 是我的名 我當然可以說 這輛車是我的 對不對 我可以買這輛車嗎 可以 可以嗎 可以 可以嗎 會比較大 可以說一說 你怎麼沒什麼跟我說 我可以買這輛車 我的兒子 我的兒子說 他要把我買這輛車 我沒得了他說 他要把他買掉 可以買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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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拿手 在那裡說他怎麼偷貼 他不能買 因為這所有的觀眾是我的 所以台灣這輛土地 有管理 把他割定 把他買掉 還是把他送掉 把他掛掉的人 那個人是真真正的 是台灣這輛土地的主人 對不對 對 來馬關條 給你看 馬關條的 馬關條的 馬上去找他拿手 賣二的啦 賣二的啦 賣二的拿手 賣 你都賣 我不一定相信 你看 來 馬關條的關文 台青帝國大鳳梯陛下跟大日本帝國大鳳梯陛下 清電合約 什麼人跟什麼人簽的 鳳梯跟天鳳嘛 對不對 可見台灣這塊鳳梯原來什麼人的 台青帝國的鳳梯的啦 哇 很簡單的耶 你別回忆 你別回忆 我說得很簡單 我沒有什麼陷阱 我都跟你說實在 因為台青帝國的鳳梯 他要將台灣這個鳳梯掛給人 他有管理嘛 可不是 所以原來這個鳳梯是什麼人的 台青帝國的鳳梯啦 掛給什麼人 日本帝國啦 是日本是日本政府還是日本帝國個人 日本 日本帝國個人 你清楚嗎 所以到今天為止 台灣這個鳳梯主權者是什麼人 日本帝國 日本帝國 有人會說呢 中國人會說 日本竊戰台灣 日本帝國說完翁喔 你是建青建藥喔 你拿台灣朋友 扭給我 用台灣跟朋友 背上給我 這樣怎麼有竊戰 沒有啦 這是按照條約 割讓 永遠割讓台灣澎湖給日本天華 來來來 再來再來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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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很重要的觀念啦 台灣人六十八年 六十九年都 都飛去就飛在這裡啦 日本天皇 在台灣朋友一後 這1895年 一直跟第二十四年結束 1945年8月15號 日本天皇導航 1951年9月8號簽 就這樣和平條約 1952年4月28號 合約生效 我請問 在這個合約裡面 日本天皇 有從台灣朋友 跟他掛出去嗎 有沒有 從來沒有 所以我問你很簡單 你今天台灣朋友 這塊頭的 要再什麼人 日本人 日本天皇跟日本是零分 就是不一樣喔 雖然說日本天皇跟日本不一樣 來看我家 1945年8月15號 日本導航 1945年9月2號 簽投降書 投降書簽的時候 日本天皇派什麼人 派的外交大使 叫做崇光魁 叫做崇光魁 來 投降書我給你看 投降書 這是投降書晚辦 這個投降書呢 崇光魁他剛才說 是日本帝國的外交官 台放大 怎麼叫 崇光魁 這個崇光魁 他的title就是 他的進步是什麼東西 你注意看 注意看 Behave of the Emperor of Japan 就是代表日本天皇 and和第二個身份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日本政府 所以崇光魁有兩個身份 一個日本天皇 另外一個日本政府 所以各位可見 在國對法裡面 這個土地是日本天皇的 日本天皇有這些土地 他後 他交由人民所造成的政府 很久來管理 就是管轄權 現在再來 你今天想這個區 比你 整小學地 躺在台下 還比較有 怎麼說呢 日本天皇 有這些土地以後 我們來台灣 這些土地是 台清帝國的殖民地 叫做拓殖地 那時候台灣的地道 你不要看嗎 你不要看 我給你看 清條的時候 這張是 清條那時候的地道 你怎麼看有 我告訴你 這個台灣 你要相信嗎 奇怪 怎麼起一盤去 如果中國人在寫列宿 一定跟你說 那盤吞在海底 其實喔 那盤不是清條的 這盤是 以前叫做 厚山 厚山做的 那盤清條 有這個台灣 是這個 清社這個部分 分成六地 六個 屯肯區 所以台灣是一個殖民地 在國際化的裡面 殖民地可以割讓 但是自己本身的神聖 不可分割的領土 就不可以割讓 所以這個土地 掛念給日本田農的時 仍然是殖民地 但是日本田農很聰明 他拿到這個土地 以後 是所有的收款 所有權跟管轄權 他們都拿到 剛才開始的時候 台灣人不要說日本話 哪有可能 讓你做日本人 那個人叫做日本的居民 所以1895年 馬關條的生肖 8月5號生肖 以後呢 讓我們台灣人 兩年的收口期 你可以去想看看 喔 你不要做日本人 這樣可以 你財產賣賣賣 回到中國 那時候人口有四百萬 賣財產回到中國 有1320萬 但是沒到半年 這幾千幾個人 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了 又收到回來 因為說喔 回到中國 沒辦法生我 我還要做日本人 所以日本人 開始把你通知 開始把你 給你台灣人 尤其是 加南水郡 加南水準 日本人來做這個加南水郡 這八田羽衣啊 那是一個很有名 甚至比 萬里長城 更有名的東西 但是台灣人都不知道 台灣人都不會把他感激 因為國民黨 不想讓你台灣人感激 他要讓你台灣人 就是說你是中國人 其實我們不是中國人 那照這個歷書看起來 我們台灣人的母國 是日本 為什麼說日本 我問你 你若替一個國家 戰爭失敗 死去 這個國家 正在對你怎麼處理 親切代代的 這樣嗎 可以嗎 不行 如果他中華民國 他他創一個叫做中列詞 你有沒有聽到嗎 中列詞 中華民國的中列詞 你去中列詞 中華民國的中列詞 你看看裡面有幾個台灣人 一百名都沒有 但是台灣人 但台灣人 替中華民國很多詞 像你823啊 以前的國共內戰 是幾千個幾萬個 他沒有要讓你一支中列詞 他知道你台灣人是戰敗國 你是建書的 你不是中國人 你們不是中華民國人 台灣人去參加在世界電影的建書 建信以以後放在哪裡 放在日本 日本什麼叫做 東京 東京什麼叫做 建國神社 裡面有三萬九千一百名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台灣人去建政為國家 建政信以後放在建國神社 不能放在他的中列池 你就看得出來說台灣人根本就不是中國人 這很簡單的理由 台灣人不要去想過了 我說一個很簡單 兩三年以前有三個戰鬥機 去鑽到一個華連鑽到山有嗎 那些人的家屬跟中華民國國防部說 希望他們的兒子可以放在中列池 國防部跟他說No 很多人想不到 我可以告訴他們這個理由 因為你就是 你不是中國人 你要放什麼中列池 照著你來說 你才台灣人要放在日本的建國神社 所以你會覺得很奇怪 像日本的芝麻米 海嘯 是很多人 日本鄉鄉覺得說台灣人的觀看幾個億 全世界最多 台灣人說奇怪耶 日本人說奇怪耶 其實我們台灣人是感念到說 台灣人是本田農 在我們台灣這個土地做很多很多的工作 巴田伊伊那個殘 讓你每一個殘 水都會夠為 你怎麼做殘 做殘殖 你農業可以生產 那不是說生產就這樣耶 以前那個青條的時候 你看那個青條的時候 台灣是一個那個沼澤器 髒器 很多的地方耶 根本要從南走到北海很困難 還沒怕到尾就死了 我跟你說 是不是在1895年 馬關條一後日本軍隊進來台灣 那個時候 教雄不是戰士是白士器 台灣這個土地沒有很大耶 那是日本天皇老爺用很大的心理 因為這是他的土地嘛 所以他開始跟我們台灣人 日本會跟我們台灣人 日本的風俗習慣 就是說開始時時萬國共和所規定的 方民化 北海道以前叫做愛奴族 是日本的原住民 愛奴族 日本天皇也是在愛奴族給他教一技 學習日本的生活習慣 然後按照萬國公法的規定 北海道實施日本憲法 讓北海道來愛奴族有參政權和參戰權 這樣這塊土地變成日本天皇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同樣的土地 日本天皇在1937年4月1號 在端台灣實施 黃民化 讓台灣人開始購日本名 購日本歸 改選名 有的人 如果問你的秘密你就知道 有的人那時候有改名 到1945年4月1號 1945年4月1號有什麼東西 日本天皇選佈台灣實施 民治憲法 讓台灣人參政權和參政權 所以由那一天開始 本來是殖民地 鳳民化 變成這塊土地是日本天皇 他的神聖不可分割領土 神聖不可分割領土 剛才班長在這裡說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就是台灣這個土地不能掛出去 流亡政府不去就立合法 這是我們儲基版要討論的 所以說起來 台灣 越來越清楚 尤其 我們高雄以後 美國開始跟我們倒三天 我相信 我們才會做國語 聽到這些話 都會嚇一跳 因為 過去都不要聽過 對不對 好 明天繼續說 謝謝 各位同心 我們下課休息十分鐘 下課休息十分鐘 下課休息十分鐘 我們下課休息十分鐘 早點 久不見 感谢观看